中油公司宣布了4月份天然气的价格平均是调降1.5% 液化石油7类像是桶装瓦斯等没有调整 4月份的天然气我们会调降1.5% 也就是北区天然气是每度0.28 那LPG本来按照调价机制应该是要调降1块钱 那因为公司已经累积吸收6.85元 所以我们就现在这个月在4月份的时候1块钱 这个部分就不调降 中油公司解释液化石油器也就是桶装瓦斯的部分 虽然国际合约价格下跌依照现行调价的机制 4月原本每公斤应该要调降1块 但是由于中油先前为了稳定物价 每公斤已经自行吸收了6.85元 所以这次要先回收成本 所以4月份不降价 扣除这次回收后中油累积每公斤 仍然会吸收5.85元的成本 之后还会再看情况再回收成本